今天上课的内容会从 Diatomic Orbital Diatomic的MO 到Hetroatomic 不同原子的MO 然后继续下去讲到多原子的MO 各位要从现在开始 进入到比较复杂一点的 MO的叙述 第一个题目问的是 Tetrahedral或者任何一个Point Group 它的element是什么 那么你们要熟悉这个运作 那么一个Tetrahedral的 这个molecule 最简单的就是甲烷 在课本上也有列过 那么你要知道它有总共几个Symmetry呢 就是我们讲过从转轴开始 然后高的转轴到低的转轴 然后再做Inversion Center 然后再做S 然后再做Sigma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对称的寻找呢 比较容易做的方法呢 是把Tetrahedral放在 一个Cube的角落 在Cube的角落上面 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它在三度空间里面相对位置 那么C3轴的部分呢 很容易 我们第一个先看 最高的这个对称 第一个是Ithensy 是每个人都有的 然后再看它的最高对称 它有四个Component 但是它没有C4 它们这个是穿过中间的这个轴 或者中间这个轴 或者任何一个轴 它底下的三个呢 可以互相Rotate 这是C3轴 C3轴的这个看法呢 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怎么样 你要看有几个这样的C3呢 你只要看一下 像这样的C3 是对应这三个 对应这三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轴 也就是说你每一个角落 都有一个C3轴 去对应它 总共有八个C3轴 去穿过 那你说这边的这个C3 跟这个反过的C3 是一样的吗 所以一个是往右转 一个是往左转 两者是一个C3 一个C3 所以实际上算是八个C3 那C2呢 也就是这个molecule 本身有没有左右对称的 你可以看得到 像这样你把它平放的时候呢 这个平面跟这个黑板上的平面 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分子分成一半的C2 这样的C2对应在这个图上面呢 这个各位要做的东西是 各位要做的事情是找出它的对称元素 请你告诉我C2有几个 怎么看 像这样的C2 在一个方块里面的对称来讲 什么地方还有其他的C2 两个心的中间会有一个C2 这两个心的中间会有一个C2 这两个心的中间会有一个C2 因为注意到它就是在XYZ轴上面 所以它会有几个C2 三个C2 好 那再来就是看inversion center Tetrahedral有没有inversion center 课本上明白的讲过是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 Tetrahedral没有 但是Aktahedral是有的 好 inversion center完了以后 我们看S轴 C轴已经看完了 看S轴 S轴的话在这个地方的课本上 非常明确的用S4的Operation 举例在课本里面的例子 有非常清楚的描述 黑色的部分转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反映过来 就会变到白色的部分 这里黑白只是为了要显示清楚一点点 说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但是实际上它四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 这个地方转四周到这个地方 再经过平面会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是一个S Operation 那如果反方向转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的话 就这里到这里 那是一个C2 然后再转过去这边的话 就是S4 3 再转过去S4 4 S4 4就是Identity 所以不算 转过来是C2不算 所以这里只有S1跟S4 1跟S4 3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轴的方向 都会有两个S4 那么在XYZ三个方向上面 2乘以3是6个S4 所以它有6个S4 除了S4以外 剩下的就看Sigma Sigma是在哪里 在这样子平面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平面切下去也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平面 跟它交叉的另外一个平面 也是相类似 只是转的90度 它们都是一个平面 可以把分子切成一半 那这个平面是SigmaH 还是SigmaD 还是SigmaV 我们说过SigmaD 就是SigmaV的一种 它是Vertical 还是Horizontal的 因为这里面有 Principal Axis是C3 没有那个平面跟它垂直 所以它没有H 所以它是包含在C3轴上的 这个平面是包含在C3轴上的 所以它是一个SigmaV的type 那么SigmaV 跟SigmaD有什么差别 SigmaV是没有C2的时候 没有那个Dihedral Angle 然后SigmaD的定义是 一定要有N个C2的时候 才会存在SigmaD C2我们这里有没有 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有三个C2 一个两个三个 这三个C2 在C2的 这个C2的这个轴上面 这个轴 这个面 是包含在C3上面 但是它切 切 这边的这个C2 和这边的这个C2 也就是这个C2 这样子 这个反方向 也就是X跟Y的这个平面 它被它切了 所以一个平面能够切两个C2轴的夹角 那么就是一个SigmaD 那这里面的Sigma平面是 属于SigmaD 总共几个呢 每一个X方向呢 有两个 Y方向有两个 Z方向有两个 那这样子的话 总共就是六个 这就是要各位练习 找出Sigma operation的方法 我比较惊讶的是 下面的这个 练习 也就是 请你找出Point Group这一点 有同学全部滑铁路 一个都不会 我请各位同学回忆一下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过的 先要找出特别的Point Group 然后再找 像CInfinitive 或者 或是DInfinitive Edge 这些Point Group 最重要的这个 找法是 找出 一个主轴来 这个CN主轴 三轴 四轴 六轴 主轴 有没有二轴对称 就决定了 它是D Group 还是C Group 如果有很多的 N的 有N个C2轴的话 就是D Group 不然就是C Group 这个上课问过 大家都会 但是既然考出来都是 非常低的分数 显然这个表格 各位没有记熟 我再请各位同学背一遍 主轴找说来了以后 找C2轴 C2轴决定它是D还是C 很多C2的就是D 有D了以后 再看H 再看Sigma Sigma第一件事情 不论是左右 都是先看horizontal的平切面 然后再看它垂直包含的Sigma辨 在这边有SigmaH的 就是DNH 没有的话 再看它有没有D 这里它不会有V 因为D Group的话 一定都有C2轴 所以在D Group里面 没有一个DNV的这种东西 只有DND这种东西 如果都没有Sigma 它就单纯的DN 在C Group也是跟它们一样 开始先看它有没有Sigma 有Sigma的话 就是DNH DNH的横的H 如果说没有H的话 来看它有没有包含的 因为它没有C2 所以这边是V 所以对应来讲这边是D 这边是V 这是一定的 不会有CND这种东西 然后下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同学比较混淆 因为下来这个谷歌已经到末端了 很少有人再记得这里 这里其实就是看S Operation有没有 因为在S Operation里面 其实它有包含CN的Group 所以你不能够直接倒过来 你要先找有没有S 然后再 如果没有最后才把它变成为C轴CN轴 好有这个表格各位回忆过 以后我请同学来负责回答一下 第一个 Point Group怎么找 你会告诉我 第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的对称的人 如果全部对称的话 它就会全部都是同一个元素 全部都是绿等等 它会不会是Tetrahedral Tahedral 或Tahedral 或者是Sigma Infinitive这种Group 没有 那么再看它的主轴在哪里 绿跟CO OK 孤跟绿的这个主轴 这主轴是什么轴 C2轴 C4 C4把谁 连结起来了 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C2轴 但不要忘了 1234 你这个地方的轴 其实是最高的轴 OK 所以你这边虽然有C2 但这边其实是 其实是 从绿 孤绿 这个地方是主轴 C4轴 好 以这个C4轴来看 它是属于D Group 还是C Group 它有D Group 是因为它有四个N 所以它是D Group D Group下面呢 在看的是什么 主轴看完了 要看什么 好 看Sigma H 它有没有Sigma H 有 它在主轴里面 Sigma H是哪个平面告诉我 包含哪些原子 4跟NH3 很好 好 谢谢 好 第二位同学 好 你做一下我们的第二题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考虑 它的Point Group 好 C 好 我们先找一下 它有没有轴 你如果看起来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平面的话 看起来它是有一个C2的 可是它看起来不是平面 为什么 为什么你认为它不是平面 它那个C10跟C 就是 C10 对啊 就是它不是平面 哦 好 我是指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不是共平面 因为 你这可以出起来 然后还是人就有C2啊 这个轴跟着这个轴 可以有一个C2连结的 但是你这个面跟这个面 不是在共平面上面 所以你这个group的连结 就不能够在一个C2轴上做 因为它是 这个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两个是连结 在一起 不是共平面的地方 如果是共平面 它的投影图是可以有C2的 它是不共平面的时候 你中间这个C2转过来 是不同高度的 OK 上面这个下面这个 中间这个C2轴 是没办法转起来 因为这个是突出纸面 这个是在纸面以下 所以中间这个C2轴是不存在 没有C中没有CN 没有C轴 那C轴怎么办 没有C轴它不是D group也不是C group 就不会走了 所以呢 在最上面 第一个要考虑的 最早的 单一的 没有对称 或者只有面对称 或者只有infinitive的对称 C1 C1 C1是没有任何对称 请问这里面 可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一个对称 单独的对称有哪些 告诉我 我们有五个元素 identity以外 转轴 还有呢 面 Sigma 还有 inversion center I 然后再S 这里有没有S或者I 或者是面 好 这里没有inversion center 它可以把Ting跟连接起来 把N连接起来 这个地方的 这个C上的group是 绿是往上的 这里上是往下的 它的基本 它的连接关系就像是这个一样 这个就这样翘起来 这个就这样翘起来 这个就往下 它们是一个inversion center的关系 完全invert 你在下面 我就在上面 你突出来 我就凹进去 这个地方 这间连接是 很对称的 是用心形对称 如果是共平面 它就有C2 它是不共平面 所以 它是一个inversion center 所以有inversion center的point group 叫做什么 有inversion center的point group 是什么 请各位告诉我 只有inversion center的 Ci 你帮我做一下C 然后告诉我是你怎么做的 跟C2 中间的是平面 平的 这里有一个C2 好 然后还有一个C2 这样垂直下来 还有一个C2垂直下来 所以是B2 D2什么的 其实你忘了这边一个 不过 任何 这个主轴跟穿过去的主轴 跟横的主轴 这三个主轴 任何一个主轴 都有另外两个主轴 跟它这个垂直 OK 所以是D4的时候 是四个N的C2 D5的时候是五个C2 D2的时候是两个C2 好 这里D2 那么接下去 我们要判断的是sigma sigma的部分是用什么样的考量 是sigmaH先考量 sigmaH H先考量 它有没有H在哪里 有 如果是这根主轴 的话 是的 它就是这个面 OK 如果是这根主轴的话 横的这个面 对 很好 所以它是D2H 我们下面的时间很宝贵 所以我们很快的 走下去一下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好 这个虽然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样画出来 是一个八角形 然后这两个 这四个是翘起来的 但是这两个group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 对称是什么呢 我们先考虑它最高的对称 它最高的对称里面 是不是有任何的转轴 如果说这里面 都是mesl group的话 这里应该是C四轴 对不对 可是它这边是上 这是下 所以没有C四 顶多就是C二轴 OK 它有C二轴 这个对应 这个对应 它有C二轴 那有C二轴 有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有没有C二在垂直它 没有 它就是C轴的那个方向 好 那就随于C type的东西了 C type的东西 它是如果有H的话 OK 中间这个是C二 如果有H的话 它就会连接 可是这个上跟下 这个翘起来的group 没有任何下面的对应 它没有H 没有horizontal H 那有没有 包含的那个平面呢 包含过来这个平面 它跟它没办法对应 因为它是翘起来 它是往下的 所以没有Mira 没有Sigma H也没有Sigma的D 那它都没有Sigma 接下去 如果我们按照刚好group的话 得到的是什么 你要考虑就是S和CN SRN和CN SRN就是S4 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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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是转到这个地方 来了以后 然后加一个平面 把它reverse下去 变成 这是平面 过来 正负 正负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教过同学 这个像这样子的对称方式呢 这个是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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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不同的form 那我们要看的时候是 这个A A 正负 负正 正负 负正 OK 好 所以我们要看有没有平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面过来左右是不对称的 OK 这个面切下去左右也是不对称的 所以它没有这些面 那C四轴呢 S四呢 是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转过来是90度 然后reflect 所以它是有S四的 它既然有S四 你就不考虑它的C二或者CN 如果它没有S轴的话 那么你再考虑它是CN 像刚才这个部分 就是 它 这三个里面有C三轴 但它没有任何的S轴 因为这个左右不同 它这个地方不是S的operation 那所以这个轴呢 这个答案是C三 那如果说改成那个淡的话 那它就会有二轴 有二轴的话就变成D 变成D三 那 再接下去 这个是一个完全直线的分子 直线的分子里面 左右如果对称 它中间就会有Mira 如果不对称 它这边是C Infinitive 然后 它不会有这个H的轴 所以它只有 包含它的轴 包含它的轴 就是C 我们现在考虑它是CInfinitive 还是DInfinitive 如果它是左右对称的 这边是轻 那么它这个就会是DH 然后它会有一个平面切它 它就是DH 可是它这个地方是左右不对称 所以它没有这个平面 它只有包含它的平面 而且无限格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CInfinitive V 那这一题呢 有些东西看得出来 有些东西看不出来 稍微需要一点技巧 这个平面和这个平面 是一个垂直的平面 这垂直平面上面 是两个不同的group 但注意到 这两者之间 可不可以用连接的方式连接呢 看起来中间 如果有个C2折的话 可以把它转过来 这个C2在哪里呢 它在这个平面 就是切这个黑板的平面 还有这个包含黑板的平面 在这两个平面的对角线 也就是横切这两个平面的中间 45度角的这个地方 偏过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斜进去的西处轴 可以把它带到它 它带到它 然后这个地方带到它 不对 这个地方西处轴 会带到这个地方 凸出来的会进去 进去会出来 好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对称呢 它有一个C2 可以切它 它有什么平面 有包含平 有这个C2 切它 有包 这个黑板的平面 和这个平面 通通都有 所以它是C2 C2H 不对 C2V 因为它是 这个C2是在 这个轴和这个轴的中间 那么 这边也有 不对 讲错了 这边 这边没有C2 因为这两个轴不一样 所以它是单独只有C2 没有任何其他垂直它的C2 所以它就是 C2的 Shape 那C2后面要考虑H跟V的时候 要看它有没有垂直的平面 有没有平面垂直于它 垂直的话就是H 那 我看看 这个平面 这个黑板的平面不存在 这样去的平面也不存在 而我们是用黑板跟黑板 这两个垂直平面的斜角面过去 这个平面上面 有没有任何平面切它呢 因为这些原子不对称 所以它是没有这个平面的 所以讲起来它就 没有H 没有 我看H完了考虑V 没有H没有V 所以它就是C2 然后我们要看它有没有S 没有 它只有单独这个C2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 就是C2 这个比较难找 还有课文上还有 这个CT上面会有几个group 是Borrow on the case 它有三个或四个ring Fuse起来的正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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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胶 那那个时候你要注意到 这个平面的中间 是不是有轴或者是面可以切它 在这个地方的C2就是刚好在切在它们的中间 是在这两个轴面的中间 这个其实我们上课上过 S8 有谁知道S8 它的pointgroup是什么 还记得不记得 它的主轴 可以看得到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所以中间那个地方带过来 总共有一个C4轴 它有一个C4轴 那这个C4轴是Cgroup还是Dgroup 就要看它有没有二轴去对应它 二轴 就是 你可以 二轴是 这个二轴比较不容易看得到 就是这两个group 看这 我要什么讲 好 我们上次讲过 画的方法在三度空间里不容易看的时候 凸出来的时候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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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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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状况下面 你可以看得到 所谓的正是突出纸面 复是下去 所以它刚刚的情形是跟这个是类似的 但只是它的group是都一样的group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要找的是 这个C4轴是在的 OK 那这个C4呢 要考虑的是C4 有没有二轴去跟它 这个对应 二轴对应在 这个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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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蛤 没有过原子啊 什么叫做没有过原子啊 你那绳就像那样 就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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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那在两个原子中间吧 叫做在两个原子 你是这样C轴 我现在想到平面去了 现在要看C C处轴用另外一个画 C处轴在哪里呢 你只要是突出纸面的转180度就会进去纸面 那么 我看这样我画的不太正确 这边对应 这两个就对应 正复对应 正复对应 正复正对应 正复正对应 只要是突出纸面的正 都会变成在纸面以下的复 OK 同样的形形 只要是正复交接的这个原子 有C柱 它怎么会有几个C柱呢 OK 所以它会有四个C柱 那么对于C四轴 它有四个C柱垂直 所以它是属于D group 因此它是一个D4什么的东西 那我们下面要看的D4什么东西是看什么 Sigma Sigma和H 它这里没有H 因为它这个是个上下上下 没有一个平面可以刚好把上跟下连结在一起 那平面呢 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些虚线的平面呢 是可以把它左右对称连结起来 所以画的白色虚点之分是平面 这些平面是包含在这个C四轴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C4D 那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是Tetrahedral 你只要把这几个去掉 就跟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甲管的形形是一样 只是中间没有放原子而已 那这种Special group呢 是一下就要看出来的 那像Icosahedral碳60的话 也是IH的话 那个也是要一下就看出来的 原因是因为它是高对称 你要证明它 你就要找出C3轴 C2轴 然后S4 然后还有这个SigmaD 这些全部都把它找出来 但是一路这样做下来会非常的复杂 所以你要记得这些高对称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表格的测量方法里面 第一个就先找出高对称 然后再找出其他的轴来 像这个是课本的题目 如果这些不会的同学就是没有上课本 我不要说你做习题 课本上面就是答案 好 这边是一个C5轴 然后呢 C5轴里面呢 有没有C2轴可以对应 这个地方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地方切它的这个 切它的这个面 跟这个 跟包含这个地方切下来的这个面 这个面与面之间呢 会有一个C2轴把它直接连接起来 就是上跟下是可以连结的 怎么连结有点像这边 就是两个平面的 两个平面切两个平面对角线的中间 那个区域是有轴的 我讲的是这个平面 直接切下去的平面 跟包含这边和这个地方切下去的这个平面 啊 这个要切下来的平面 会 是在这里 会 会把这个和这个连接起来 就是这边 不是这边连接和这边连接 和这个连接 这两个平面有总共五对 中间都有C2 所以它是一个D5D D5 因为它有很多的C2轴是垂直 可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的 C5轴 C2轴 有五个C2轴 D5 然后不是H 因为它上下不一样 它没有D5H 它只有D5D 这些平面 所以这个是D5D 啊 这个是C3 这一集 题目是有一点点 我稍微 我把它说明一下 我举了三个不同的 Hydrasine的conformation 但它在不同的conformation下 有不同point group 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有个C2轴 那这两个都是 这一个是实线 一个是虚线 表示是在纸面以上 跟纸面以下 在这样子的这个C2轴里面 它有一个黑板的面切它 所以它是一个C2H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有这个C2轴 然后它也是有这个平面切它 但是这个平面是包含在这个二轴上面 而不是横切二轴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二轴在这 这个平面在这 所以这个是C2H 这是C2B 这个的话 这边这个线和这个线是实线 这个边是突出来的线 所以是一二三四个原子 是在共平面上面的 上下的这两个原子是突出来的 所以 红衣服的同学 告诉我 他的红衣服是什么 答案是 先讲这个是什么样的形状 有哪几个原子是共平面 哪几个原子本身是共平面 哪一些是不共平 所以这个地方是唯一的C2 它没有任何平面 这两个高起来 没有任何平面 是其他的轴也没有包含的平面 所以它是单纯的C2 好 下面要做的事情 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写出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我们请一位同学 告诉我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怎么样去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上面的这个轴 上面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 胡乃圈 告诉我C2H好了 这边的18002是怎么做出来的 讲个大概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 18是从哪来的 每个原子给xyz三个方向的 好每一个原子有xyz 在这个地方的例子是 6个原子 3个xyz三六十八 18的identity就写在18上面 C2为什么是0呢 因为C2在哪里 我在哪里 两个蛋中间 垂直直面 垂直直面 垂直直面的运作 对调 对调 不对 这个对这个 这个对这个 对调 全部都对调 所以为0 好 告诉我为什么SigmaH是2 因为两个蛋的三个方向 会有两个保留 然后一个变成弗1 所以就是 哦 讲得很好 看得清楚 突出几面的 xyz ok 好我们这边是讲 SigmaH 是包含这个平面的 包含这个平面的呢 这个和这个是在平面上下的 所以他和他也有 这是1 1 1 这就是2 但这个的话呢 会突出紫面 然后进去到紫面 所以它会变负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变负1 这个负1 这个负1 合起来呢 1 1负1 这个地方就会有1 这边也是1 合起来就是2 好 把这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除 除上那个用的公式把它解析完了就可以了 那公式是包含什么 order分之1 order是多少 order是多少 10 4 很好 就是number of class 好 这里有3 4 好 4分之1 然后你说reduce完了以后就会得到答案 好 这个答案我就在这里不宣布了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题目是告诉你说 请你画出CO2分子 然后画出它的振动模式 然后告诉我说CO2有没有IR的光谱 有没有Raman的光谱 我们讲过IR的光谱的话是要不对称的振动 而Raman的光谱是要对称的振动 那你不论是你怎么画 只要画这个地方是 你画这边的箭头也可以 你画双箭头也可以 你只要表示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同时对称的振动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Raman的这个讯号 然后你答案只要写有Raman也有IR的讯号 画出来的方式这个标示是Raman 这里面的标示不论你标示的几个 这个地方是在直线上的 这个是在平面 这个是在Z轴上面的 这个是在X轴跟Y轴上面的 这些振动都会变成IR的振动 因为它都是不对称的振动 我上课没有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inversion center 你的IR讯号跟你的Raman讯号 不会是刚好重叠 也就是说CO2它的讯号是有Raman讯号 它也有IR讯号 可是它们不会在同一个frequency上 出现的一个讯号 是同时在Raman看得到 也在IR看得到的 只要有inversion center的 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好 这一题是有点放水 那如果说你知道要怎么回答的话 好 这一题是说 请问一下在这个轴上面 做运作的时候 它的这个振动 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有一种方法是 你照刚才的做法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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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东西全部把它写下来 XYZ的这个 E底下的数字 18个这样子 把它reduce完了以后 得到这些所有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去掉translation 那个rotation 然后再折到vibration 然后再看 这一根vibration是在哪里 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 因为我的问题只有 请问这一个分子 xenome F4 oxygen 这一个方向的振动 你只要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把这一个vector 去做 那个 character table的对照 我把它 好 对于 identity而言 我把它画一下 我只看这个部分 对于这个部分而言 这个间接的这个振动 这个vector 对于identity 不变 一 对于C4转轴 它也是不变 一 对于C2转轴 也就是同一个轴 对于sigma vision 包含它的平面而言的话 它这两个原子 也在这平面上 所以它也不动 一 所以对于sigma 第一的而言的话 就这两个平面 中间的横切平面 还是一样包含它 也是一 所以它其实就是 这一个representation 所以你只要 拿那个vector 也就是xeno oxygen 那个vector 去做这样子的这个 operation 你就会发现到 它就是合乎A1 所以答案就是A1 这一题是 有简化的做法 也有比较复杂的做法 复杂的做法 就是我们以前教的方式 把这18个 把这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全部变成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减掉translation 减掉rotation 减掉translation 跟rotation的方式 是在这个地方 对应rotation的 这个是对应translation的 然后把它剪掉 然后把它剪掉以后 再看vibrations 剩下的是哪个 然后再看 deno oxide 是哪一个 好 最后一题是 OK 好 最后一题是要问你 FBCD 还有E 请问哪一件 是chiral species 我现在问一个同学 chiral的东西 要怎么样判断 为一层 chiral molecule 要怎么样判断 非chiral的molecule 要怎么判断 用什么样子 对称去判断 有mirror的话 一定不是chiral的 有inversion center 也一定不是 只要能够改变手性的 通常都不是 也就是inversion center s s是包含了平面 只要任何operation 牵涉到的反制中心 或者是平面 就不是 OK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只有转轴 没有任何对称 没有其他的sigma v sigma h的话 它就是chiral molecule OK 所以你在这里判断的东西 像 这个是c only OK c2 然后这个是 这个 这个各位都晓得 因为在有机里面 四个group都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平面的分子 所以它有包含它平面的面 这个是六对称 所以它也有很高的对称 平面的对称 所以这个就不是 所以只有 这个只有c2的 还有这个是c1的 还有最后的e是哪一个 这个是 跟我们这个习体很像 这个是cobot的en 也就是跟刚才的那个 Rolium的结构是一样 只是 跟Ducinium的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地方是n 所以因为有n 它有c2 所以它是d3 那它 d3 那它只有转轴 没有平面 也没有invergence center 所以它是chiral molecule 我们上次讲过 你如果有任何的invergence center 或平面 它就会是 就不是chiral 可是如果是要chiral 你要判断 那就看只有转轴 或者是根本没有任何对称c1 它就是chiral 好 那么这个已经 把我们这个部分讲完了 现在已经超过下课时间5分钟 所以我们延后5分钟上课 好 现在先休息 谢谢各位